哈喽大家好 今天每次给大家介绍一部 小伙被陷害死去 五年后复活 拥有了不死超能力的电影 在生侠 钟情局特工西蒙身手了得 总是能很完美的完成任务 但这天搭档却递给他一份报纸 原来上次任务中 炸弹爆炸误伤了平民 愤怒的西蒙找到了上司马丁 因为正是他提前告知西蒙 现场没有平民 厌倦了杀戮的西蒙当即向上司辞职 但上司却表示 只要再做完最后一单 西蒙就可以离开 很快西蒙就来到了朝鲜秘密生化实验室 轻松完成了任务 但没想到上司却带着女杀手现身 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想着放过西蒙 女杀手朝着西蒙开枪 还将汽油倒在了他身上 点燃了整个实验室 当西蒙再次醒来 发现身处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自己面目丑陋不堪 思念妻女的西蒙偷偷跑回了家 却发现妻子已经和搭档在一起了 就在他们准备报警的时候 一个小丑出现救了他 而从小丑的口中西蒙也得知了真相 原来他五年前在实验室已经被火烧死 之后来到了地狱 他想要回人间复仇 魔王答应了西蒙的请求 用了五年时间复活他 但条件是西蒙在复仇之后 要带领落魔小弟们占领人间 此时的西蒙才发现 复活后的他拥有了超能力 他当即立断来到了上司举冠的晚会上 一把抓住了上司的脖子想要杀死他 但女杀手却突然出现 拿着机枪向西蒙扫射 西蒙被子弹打穿了身体 但伤口却渐渐愈合 他已经拥有了身体无限再生的能力 于是他很干脆的干掉了女杀手 但大批警察已经赶来 西蒙只好离开 另一边小丑居然跟上司做起了交易 小丑表示 上司可以在心脏中植入毁灭性炸弹 一旦停止呼吸 炸弹的威力就会毁灭人间 而不会滥杀无故的西蒙 自然也就顾忌这一点 上司也就安全了 但得知真相的西蒙不愿意成为棋子 小丑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打不过小丑的西蒙被挂在了铁门上 此时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赶下来救了他 他表示自己是天堂猎人 可以帮助西蒙 西蒙抛弃了人间的武器 在他的训练下 很快强化了自身的控制能力 但西蒙却突然得到消息 小丑联合上司绑架了他的妻儿 当西蒙赶到时 妻子已经被上司杀害 瞬间爆发能力的西蒙从上司的心脏中拿出了炸弹 轻松摧毁了他 但自己也被小丑重伤 还好帽子男及时赶来将上司杀死 给西蒙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恢复伤口 两人联手将小丑杀死 解决了这场危机 最后西蒙接替了帽子男 也成为了猎杀恶猛的天堂猎手 以再生侠的名号守护着世界和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